18岁天才中锋 打爆广东队内线 一届连已显露疲态 中国篮球内线 悄然上演完美传承 分享体谈热点 感受体育魅力 欢迎大家收看 重感体育 本期继续跟大家聊聊 关于CBA方面的话题 北京时间10月3日晚 CBA常规赛第7轮的一场焦点战 广东的篮对阵浙江仇州 可以说是万众瞩目 最终四线战霸 浙江仇州以124比101 23分大胜广东的篮 也是终结了广东的篮 此前的六连胜 本场比赛浙江仇州队 无论在内线还是在外线 都是很好的压制住了广东的篮 首先在外线方面 全场比赛浙江仇州 命中13记三分球 而且是34投13中 命中率达到了38.2% 可以说处于联盟中的上游水平 而广东的篮在本场比赛 三分球仅仅26投5中 可以说是远低于自己球队的平均水平 而在内线方面 首次进入CB联盟的 这将丑肉队18岁小将于家豪 表现堪称完美 可以说在本场比赛 于家豪一个人打爆了广东队的内线 下面小淳简单用数据做一下分析 全场比赛 于家豪出战29分钟 砍下26分 外加17个篮板 这两项数据都是全场最高 而我们再看广东队内线的情况 首先是广东的篮内线一哥 也是目前中国篮球的一哥 一届连 本场比赛出战8分钟 砍下10分 外加4个篮板 从一届连在本场比赛的上涨时间 以及得分点 主要在外线 足以表明 目前一届连随着年龄 可以说对抗能力 严重下降 接着老郑苏伟出战10分钟 拿下4分4个篮板的数据 增返日出战13分钟 仅仅得到1分以及4个篮板 我们再把广东队两位风险球员在顺上 杜仁旺出战25分钟 得到0分1个篮板的可怜数据 外线三分球三头零重 而在之前比赛中 表现非常出色的人俊飞 在本场比赛出战25分钟 仅仅得到5分5个篮板的数据 我们把一届连 苏伟 增返日 杜仁旺 任俊飞这5人的数据相加 一共才得到20分 以及18个篮板的数据 而这张球队于家豪一个人 就砍下了26分 外加17个篮板 所以说 从真真实实的数据对比 就足以表明了 于家豪一个人 完全打爆了广东东队的内险 而算上本场比赛 于家豪在本赛季的CB联赛中 出战了7场比赛 场均可以贡献14.6分 以及10.4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可以说这个数据对一位刚刚升入CB联赛 并且仅有18岁的小将于家豪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 于家豪展现出来的完美天赋 与自己出生于篮球世家有很大关系 而于家豪在本赛季CB联赛的首秀中 当时浙江筹州面对福建队 于家豪就砍下了25分 以及12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而在那场比赛之后 外界就逐渐开始关注这位身高2米21的高中锋 而随着比赛的进行 于家豪展现出了在内线完美的统治力 在目前一届年年龄逐渐偏大 随时都有可能退出中国篮团的时候 而此时于家豪的出现 可以说是中国篮球内线完美的传承 而此时有很多人会说 目前中国队的内线有着周琪 但是周琪照比于家豪还有一定劣势 那就是身材过于瘦弱 周琪身高2米16 仅仅有95公斤 而于家豪身高照比周琪高了5分 但是在体重上却比周琪重了35公斤 这在国际赛场上 于家豪可以说身体对抗 就照比周琪强了一大块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 于家豪的投篮手感也是非常出众 这就是为什么于家豪在CBA首秀之后 有很多媒体说出 于家豪是姚明接班人的最大语音了 作为内线的姚明 有着良好的投篮手感 而对于目前的于家豪来说 内线的脚步还有待提高 但是要知道 目前的于家豪仅仅18岁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我们希望于家豪能够稳扎稳打 不断的取得进步 为外界球迷带来惊喜 为中国篮球带来希望 关注更多体谈热点新闻 请锁定重谈体育 喜欢就拿着视频 点赞 转发 就稳住哟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